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首杜甫的诗 提起杜甫呢 大家能够想到的词往往是忧国忧民 对吧 往往是这个境遇不太好 所以老杜啊 一般情况下 他的这个作品叫做沉欲顿挫 就我们读起来 感觉非常的沉重 但是也并不是说杜甫这一辈子 就不能够写一些开心轻松的事 我记得以前曾有同学跟我说 说只要看到杜甫 那就是难受 就是忧愁 当然不是的 杜甫也是个人 是个人就会有开心的时候 对不对 杜甫的诗歌里面也有很多写的很开心 很温暖的诗 比如说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读其中的一首 我们先来看这个标题啊 标题叫做绝句二首其一 首先什么叫绝句呢 绝句其实是一种诗歌的形式 就是我们去写四句 只写四句 这个就叫绝句 那跟绝句相对应的 还有一种写法 叫律师 律师相对来讲 他的形式更完整一些 要求更高一些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律师当中有八句 所以我们今天看 这个只有四句的叫绝句 比方说大家想一想 还能不能够想起哪些 也是四个小句的 叫绝句的 比如说白日一山进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很明显这种都叫绝句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杜甫这个标题叫绝句二首 也就是说 他这两组绝句 其实是同一个时间写的 这是第一首 所以叫绝句二首其一 那么这个绝句 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 其实是在杜甫人生当中 难得的一段 比较安宁的 比较岁月静好的时光 那就是杜甫曾经在成都这个地方 弄了一个杜甫草堂 我们今天大家如果去成都 还能够看到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是杜甫在成都的时候 投靠他的一个朋友 叫阎武 在阎武的帐下 然后帮着做事情 同时呢 在那做了一个草堂 那这个杜甫草堂的这段时光呢 也是杜甫很难得的 人生当中岁月静好的日子 所以呢 这一组绝句也表现出了杜甫这种轻松的温暖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的基调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绝句 准确来讲 它的典故是从诗经里来的 诗经里边有这个说法叫春日迟迟 就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知道白天是非常短的 然后这个夜晚是比较长的 但是到了春天 由冬天转到春天的时候 白天的时间是不是加长了 所以这个感觉就是延迟了 加长了 所以这里的迟日其实是在指春天的白天时间更长 所以叫迟日 所以在这里其实指的是春日更长久 春天的白天更长久了 夜晚相对冬天来讲变短了 这样一个意思 迟日江山历就写出在春天的时候 天光更长 然后呢江山美丽 因为到了晚上再美的江山我们也看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迟日呢 已经在暗示这是在春天了 那后面那个句子春风花草香 就更明显的是春天 所以其实第一个句子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白天的春光 我们能够看到的大好江山 大好江山什么样子 他只用了一个字 这个字叫做历 春风花草香 在春风当中 我们能够闻到花草的香气 所以说杜甫这个诗呢 你会发现他同时使用了两种感觉 第一种迟日江山历 美丽的江 美丽的山 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们叫他叫视觉 对不对 第二个春风花草香 花草的香味是你闻到的 我们叫嗅觉 所以你会发现呢 杜甫这个很短的小诗当中 其实打开了两种感觉 我们平时要写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把自己的感觉打开 我们人都是有感觉的动物 但是很多同学写文章 自己只会看 不会听 然后也不会闻 也不会尝 对吧 也不会摸 其实人的五感 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既能看到 也能听到 也能闻到 也能尝到 也能摸到 这个叫视听秀未处 当然不是说你每篇文章 都要把五个感觉全写 但是你可以尝试着 不要只单调的 使用一种感觉 所以杜甫在这里呢 就使用了两种感觉 第一种叫看见的 迟日江山栗 第二种是闻到的 春风花草香 那我们再回头来讲 这个视觉和嗅觉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呢 就是在白天 春风徐徐 对不对 春天阳光并不浓烈 并不会炎热 但同时呢 会让你感觉非常的明亮 在这个明亮的阳光之下 我们看到了锦绣河山 壮丽的 秀丽的山河 同时呢 春风扶来 微风袭袭 微风当中 夹杂着一点 花草的香气 你看我们把这个 诗句翻译出来 感觉都是一篇很漂亮的小文章 对吧 好我们再继续看 尼蓬飞燕子 如果说前面写的江山 花草 它是静态的事物 那么后面的尼蓬飞燕子 沙暖睡鸳鸦 这个燕子和鸳鸦 就是我们动态的事物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去学这首诗 同时还学会了什么呢 写作的方法 第一个学会了把感觉打开 可以写视觉 也可以写其他的 比如说嗅觉 第二个 我们学会了动 静 结合去写 不要只是会写静的 我们也可以去写动的 比如说春天 有什么 当然有美丽的江水 美丽的山 有芳香的花 芳香的草 但是这些都是安静的 相对来讲 在春天 它是一个有活力的季节 是不是还有很多动物 在动来动去 在跑来跑去 那么燕子鸳鸯 就是杜甫选择的两种动物 所以这里面很明显 有一个动静结合 那我们再来想 为什么偏偏选这两种动物呢 春天只有燕子和鸳鸯吗 没有别的了吗 当然不是 那如果选择燕子和鸳鸯 就必然证明 燕子和鸳鸯 这两种动物 代表着某种 意想 或者符合人的某种心理的感受 那我们看一看燕子 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 当然这不是说 咱们自己去想 我们自己去想 有同学就说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对吧 燕子感觉是一个 每年都会回来的动物 那你这个就离开了文章了 离开了诗歌了 我们想要知道 燕子是一种什么动物 一定是要去看这个文章 章里是怎么说的 泥绒非燕子 燕子跟泥有什么关系 大家想想 燕子 闲泥 筑窝 垒槽 对不对 就是燕子窝 是不是拿着这个泥 叼着泥去垒成的 对吗 所以泥绒非燕子 这是在写燕子干什么 是不是在写燕子盖房 是不是在写这个燕子 在盖房子 古代的人生活 其实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有房子住 比如说杜甫就写过一首诗 当时他没有房子住了 他住在一个破草房子里 后来呢 秋天刮大风 把他那个破房子 头顶上边的那个茅草 都给吹跑了 结果还有一帮 一帮那个调皮的小孩 去捡他的茅草 他在后边 老胳膊老腿又追不上 他专门写了这么一首诗 叫毛巫为秋风所破歌 所以其实有房子 是当时的很多读书人 有个家 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个心愿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 你看今天中国人 特别重视房子 对吧 有房子住 就感觉心里踏实了 没房子住 就感觉是在外边飘着 尼蓉飞燕子 燕子是一个盖房的 这样一个动作 在这个美好的春天 燕子很欢快的在盖房 所以你知道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一种安定感 刚才我跟大家说过 这首诗写在 他在成都草堂的时候 这是杜甫生命当中 难得的一段安定的时光 所以在他的眼睛里 他看到的这个小燕子 在欢快的闲着泥去盖房 去垒窝 他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安定的场景 所以泥融飞燕子 当然这里面 泥为什么写融 因为由冬天到春天 天气游冷 游寒 转暖 转热 所以呢 泥 也变得融化起来 然后小燕子就有了机会 去给自己垒窝了 这个就是泥融飞燕子 好 我们再来看 杀暖睡鸳鸯 他又写到了另外一种动物 叫鸳鸯 这个到底代表了什么 不用多解释了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他代表的是 陪伴 代表的是美好的情感 不离不弃 所以我们今天 有一句话叫 只献鸳鸯不献仙啊 鸳鸯往往代表着这个夫妻 两个人彼此陪伴 不离不弃 深厚的感情 沙暖睡鸳鸯 杜甫写到了 在温暖的水边的沙地上 鸳鸯在那里休息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就是岁月静好 对吗 岁月静好 有人陪你到老 是不是就这种感觉 沙暖睡鸳鸯 所以你看 杜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 他第一句写到了 看见和文见的 这个美丽的静态的春天 第二句写到了这种安静的 同时也是安定的 温馨的动态的春天 他使用鸳鸯 去代表这种美好的人际关系 美好的情感 他使用燕子 去代表自己安定的生活 安定的居所 春天一来 外面的江山如此的美丽 春风带来花草的香气 然后诗人就看见 燕子忙忙碌碌的 叼着刚刚融化的 已经变得很柔软的泥 在很开心的筑巢垒窝 同时呢 他在水边的沙地上 发现春天到来的时候 因为天气转暖 因为迟日 所以呢 水边的沙子也变得温暖起来 鸳鸯就很休闲的 休憩在这个沙滩上 这个就叫尼蓉飞燕子 沙暖水鸳鸯 所以我们来看这首诗歌 他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意境呢 当然首先是静美 静好 对不对 就我们所说的岁月静好 第二个是安定 心安 所以既有他美丽的一面 景物的美丽 又有内心的安定 这就是杜甫的这首绝句 所以我说这首绝句啊 是杜甫生平当中啊 非常有代表性的 能够表现出他内心安宁的一首诗作 好 那关于杜甫的这首诗 我们今天也就读到这里 感谢观看